米缸里的老鼠 有一只小老鼠 在森林里走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食物吃 饿得鸡肠碌碌 就在这一天 他发现了不远处有一户人家 这边他在哪里 对吧 咦 你 他在带下面 AHHHHHH 有一只寻找食物的老鼠 不小心掉进了一口米缸 这不是大米吗 这么迟了 我得走了 可是 再吃一点吧 这样的日子可真舒服 复必为三餐奔波啦 我再睡一觉吧 这只老鼠就这样舍不得离开这个安乐国 米缸里的米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它的肚子却变得越来越大 米 这么快就吃光了 米也吃完了 也待那么多天了 是该走的时候了 怎么回事 本来能轻轻松松跳上去的呀 再试试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虽然它用尽全力要逃走 可是这个米缸很深 而它又吃得太胖 再也逃不掉了 这只能有点多的小匙 你也会放这个地方 好吗 谢谢 你还能不能把这种故事 什么都弄得更多 你还能找到太多了 你还能够更多 找到太多了 你还能够更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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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鼠 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你自以为你可以 但是 素不知 随着你身体的变化 你已经大不如以前了 在利益面前 你太贪心了 没办法 他只能被生气的主人 捉住了 意外得到的好处 并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过于贪心和依赖这些好处 是危险的 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